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东台湾 品尝道地的原住民美食 台东碑南山区有一家原住民餐厅 老板是碑南族人 他把餐厅复刻成早期部落的茅草建筑 来这里可以一边欣赏原住民的歌舞表演 一边品尝部落美食 像这道童子鸡 把丽家部落的放山鸡 炭烤出扎实的口感 另外这道阿败 阿败指的是原住民风味的粽子 用珊瑚椒叶包进了小米猪肉 内馅简单 吃起来清香爽口 虽然简单 这可是原住民节庆必备的美味哦 台东碑南乡山区 这家用茅草和竹子搭建的原住民餐厅 出力的一座瞭望台 就像走进了原始部落 正中央的空地 还有热闹的歌舞表演 小朋友穿上原住民装着 元气的鼓舞和叫喊 振奋了所有人的精神 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部落里面小朋友的舞蹈 还有几个唱歌很好听的 有一个让我们可以表演的地方 三五个朋友可以小酌的地方 还是想要把我们原住民的一些文化展现出来 謝謝老闆娘 爽快的請客人喝茶酒 老闆沈聯科是非南族原住民 在台東麗家部落 鼓聲鼓掌 一道道部落裡的美食 不僅是沈聯科的最愛 客人們一定是在不絕口 好吃嗎 反正都出觀光的 你看他再次都出觀光的 我們來遊的時候 就要打個小姐 要我們出原住民餵餐 每桌低點的招牌菜 孔子雞 選用利家附落的放山雞 肉質特別扎實 簡單用鹽巴提味和醬油膏上色 再放進炭火鐵桶燜烤 烹調方式講求原始 這最簡單的烹調方式 反正自己以前沒有規定的話 幾乎家家戶都有養殖一些生情什麼的 就是過年過節的時候就是用這種烹調方式 經過一小時炭烤 孔子雞就能噴香出爐 三斤重的放山雞 肉眼就能感覺到分量 焦糖色的外皮 善著誘人光澤 肉質更是鮮美紮實 還多了一日的炭香 孔子雞比較嫩 湯汁好 那個很原味 很有原住民的味道 很嫩又很香很脆 我們都吃光光了 就是很老粗啊 經營餐廳轉眼二十年 水連科迴響年輕師 也來過都市打拼 自營汽車保養場做過板墨工 但繞了一圈後 發現骨子裡還是向往山上 可能在這裡土生土長吧 台北不是我們的家 然後回到這地方 比較接近自然 空氣好 環境有山有水 就是像喜歡這樣的環境 在自己喜歡的環境 打造一個讓三五好友 用餐小酌的好去處 是再好不過的了 他利用台東的自然資源 撲刻出早期部落裡的茅草建築 台東好山好水 很多颱風 有很多漂流木 當然這些都是 不是那些有價的刺激木 澳門怎麼把它再生再利用 用一點心嘛 像非南煮阿美煮它的傳統防色 就是用竹子用茅草來搭建 你像布農煮啊還是盧凱煮 他們就是用石板用葉岩的方法 就是不同族群有他們不同的建廠 用辛苦搭建的餐廳 展現原住民料理 吸引不少都市人 前來體驗部落風情 石板烤肉也未飄香 烤到表面微酥 肥肉部分油香化口 不會太膩 瘦肉更是血香彈嫩 石板烤肉也比較特別一點 不會像人家烤的乾乾的 裡面有外酥內卵 把蘭嶼島民捕捞的飛魚搭配蒜苗青草 充滿達物族特色的青草飛魚 外層酥香 背裡散發天然鹹香 不用過多調味就很夠味 我覺得它肉質比較紮實 吃這個口感很棒 應該是他們的招牌菜 非常的好吃 我覺得大家來可以點點看 點這道菜 原住民風味的粽子 阿拜在以前是台東當地 原住民的主食 最基本的 以前類似像我們的便當 山山務農 是去狩獵 會帶我們自己所種植的小米 然後去包裹著 像我們漢人的那種肉粽一樣 就是帶上去方便 它也比較容易保存 用珊瑚椒葉來包 讓米粒融合誘人草香 它比較能夠凸顯出我們 因為這是老林家的智慧 幫助消化也不容易脹氣 一顆顆阿拜蒸煮後 香氣逼人 小米Q軟綿膩 包進豬肉和香菇等等 讓口感更豐富 口味真的很好 還沒有油膩 帶有一點這個香味 這樣來好像會鋪皮 你會噴這個泡麵 所以你的感覺在吃 你會噴這個氣質 一種口味 最後可以來一盤清爽冷盤 生鮮小魚苗 用東部海岸才捕撈得到的 日本禿頭沙苗 沾上芥末和醬油 單吃就很爽口 搭配洋蔥片一起入口 更增添一抹對味脆甜 許多客人遠道而來 往山裡找尋一份狂放 也在每一道道料理 對沈聯科而言 就是莫大的鼓勵 其實有很多辛苦 不為外人所到之 反正就是自己甘願做 也很享受這種感覺 客人的喜歡 就給我們最大的成就感 很幸運的能夠在 屬於自己的出生地 能夠找到一個自己的興趣 來做這項可以服務 服務業可能大家喜歡 還有很多可以進步的地方 自己看能夠創造出什麼 讓自己更有成就感 餐廳就像一個部落縮影 聽著唱快的音樂 大快吃肉 碰快唱飲 也成就了沈聯科 縱情山野的美夢 歡迎回到悲凡大探索 台南有一家意大利餐酒館 從餐廳的裝潢到料理 都希望讓顧客彷彿就置身在意大利的感覺 老闆李懿成一開始並不是餐飲科班出身 但是他說太喜歡義式料理 還特別飛到了意大利的餐飲學校 學習正統的地中海滋味 店裡的招牌菜珍珠麵 放了一整隻波士頓龍蝦 客人一看到就直呼好霸氣啊 另外還有這道海鮮燉菜 裡頭有牛奶杯 有淡菜還有台南當地業者飼養的白蝦 這道香氣濃厚吃起來鮮味十足 所以第一次看到一整隻上來覺得滿滿的 真的是霸氣啊 讓客人直呼霸氣的是這盤有著整隻 波士頓龍蝦的義大利麵 搭配店家親自熬出的番茄醬 散發濃郁香氣 真的很難抗拒 因為我平常比較吃白 其實比較偏白香 對 那今天第一次吃 雖然是這個 對 這個紅香 覺得還滿 還滿吸附滿多味道在裡面 番茄的酸配上龍蝦的鮮甜 這是李懿辰花一年時間到義大利上課學習 再加上自己創意發想的料理 因為當天抓的才是最新鮮的 抓來都一定是活跳跳的 可是不是有進口的嗎 對 還要進口的 可是它是算空運過來 那空運的過程當中 他們都是低溫的方式去保持它的鮮度 對 那我們這個廠商都是 進來都是保證的是活體的 山海鮮就是要嚐到海味的鮮甜 所以李懿辰每次都是親自挑選生龍火舞的龍蝦 事後先燙過 接著把蝦殼一一敲碎處理 最後再把帶殼的波士頓龍蝦 放進油鍋裡煎到滋滋作響 像我們如果煮龍蝦湯的話 其實就是用龍蝦的殼下去熬這個湯 對 所以變成說 你像它的蝦殼你經過 有有點半煎炸的方式 把它的甲殼素風味把它提升出來 其實對於整個湯頭 整個麵的味道其實會提升上去 帶殼下鍋才能更添海鮮料理的風味 義大利麵要好吃 濃郁醬汁最是重要 所以李懿辰都是先把海鮮下鍋 最後再加進麵條醬汁 讓整道料理能夠完美融合 像這道鹹背海鮮珍珠麵 就是它的招牌之一 因為它其實就是翻除靠海鮮 它自己的鮮味跟甜味 去把味道提升出來 那我們就是用蝦子跟蛋菜 還有牛奶背的風味下去補 然後再加上低高湯 對 那一般的像煮義大利麵 可能會用水煮 它這個不是它直接用高湯下去煮 它便是直接就是海鮮的味道 鍋裡一顆一顆的白色麵團 不僅看起來就像珍珠一般 吃起來更是有濃濃的義大利風情 它其實還是一樣是義大利麵的口感 只是它就是口感就比較碎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本身其實比較喜歡吃飯 但是這個就有點類似兩種的結合 它有義大利麵的口感 但是它又可以像飯一樣這樣子 一顆一顆的 對…所以還滿獨特的 不過我們一般吃到義大利麵 可能偏比較台式 它的我覺得它還是比較偏原味